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弃胸的案例 女21岁 这个是8月28号 这是复查 实际上是第二次的影响性检查 女21岁 然后是左侧弃胸 肺炎压缩20% 左侧弃胸复查 左上肺建吾文里桃梁区 内阶压缩肺边缘 肺压缩20% 这个是8月28号 这个是以左侧 它是报告了左侧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实际上8月18号 同样也有一个胸部评扫X光 然后呢 它是一方面是强调了左侧 但是呢 右肺间 右肺间 实际上也是类似于肺达炮一样 也是有一点 左侧弃胸 然后又肺肩 肺达炮 这怎么回事呢 然后这个是9月5号 又做了影响性检查 女21岁 对不对 女21岁 9月5号 然后它是说 8月28号相比是有 较前吸收 左侧弃胸 左上费 少量 实际上已经减少了 应该说已经 我们没有看到片子 较前好转 没了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问我 我 这样的气胸的这个情况呢 病人很可能 他是主观感受不到的 他的就医呢 为什么会查到这个事情呢 他的就医呢 是 然后呼吸有点闷 然后去就诊 然后就拍了片子 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从8月18号开始 一直到8月28号 一直到9月5号 是有好转 所以 然后他说 切了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所以这个很奇怪 因为是 一个是女的 因为女的不是 应该是不怎么抽烟的 而且 这里 这份报告呢 写21岁 前面一份报告是21岁 对 21岁 又不吸烟 又是女的 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是突然之间 呼吸困难是 就是 呼吸困难 然后去检查 而不是说长远的 好长时间的呼吸困难 对不对 所以 突然之间来一下 而且是 实际上两侧都是有的 到底怎么情况呢 那么 没有病例本 而且是 病假就是明确告知 没有病例本 没有医院 没有提供给 病假 门诊 门诊记录 所以 那么现在呢 因为现在交流起来 他们是来问 这到底什么原因 我怎么搞得清楚 什么原因呢 还是要看 这个 病例本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他们听口音呢 就不想怎么就诊了 因为问题解决了嘛 对不对 也已经没感觉什么了 这个 当事人还是要上学了 什么 所以呢 病假已经对继续就诊 不怎么感兴趣 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想说的是呢 这又是一次 医院不主动给病假 门诊记录这个东西 所以呢 门诊记录确实是 一而再 再而三 是一个普遍的事情 老百姓啊 现在社会上认为 这个诊疗不端呢 就体现在乱开药 乱开检查 乱化验 乱手术 乱乱乱 对不对 他们不注意到 这些乱的前提是什么 是需要有东西来掩盖 最大的掩盖 就是不提供门诊记录 就是病例本上 什么都没写 什么都不写 啊 门诊记录 门急诊 这个记录 是 实际上是证明了 医生在门急诊当中 诊疗是不是规范 由于他们已经主动的舍去了 这一道环节 也就是说 他们 由于不需要提供门急诊 书面的记录 也就是讲 有人已经进入了无人之境 那么 进入无人之境 那么 接下来就可以乱开药 乱检查 乱化验